到了一定年龄,经历过世间诸事的无常,接受了生命中人来人往,朋友越来越少,圈子越来越小,面对人情世故,相比在其中周旋不停,似乎更愿意放过自己,还生活一片清静,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其实就是,不再强求人际关系的圆满,即使没有朋友作伴,尽管经常独来独往,也只求活得简单。 图个心安,退休之后,如果你一个朋友都没有,反而说明已经练就了这几个人生境界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 过上了低耗生活,人活一辈子,最舒服自在的活法是什么样的?阿甘正传里有句话总结得很好,我不觉得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,什么都可以接受。 相反,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,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,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,然后做一个简单的人,一档节目里。 主持人问了老戏骨陈道明一个问题,对您个人而言,人生当中除了演戏之外,最重要的是情是什么? 陈道明想了想回答道,饿了想吃,困了想睡,累了想躺着。 主持人听后感慨,这是一种最高境界啊,是自由。 陈道明肯定地表示,对,所以你说什么最重要?你的需要,就是你的最重要。 也就是说,学会爱惜自己,停止消耗自己的能量,就是一种大智慧。 人生上半场,有多少人,奔波于各种名利场合,每天费心费力去维持各种关系,不仅让身体疲惫,也让内心越来越乏累,而且时间久了。 就会发现,生命中有很多社交,都是没有意义的,某些推背换展的酒局,除了喝坏你的身体,影响你的健康,别无其他好处,某个只会在借钱时找你的朋友,除了浪费你的时间,糟蹋了你的真心,平日里都是茶无此人。 人到中年,慢慢明白社交断舍离的重要性,与其把时间都耗费在不值得的人和事上,不如享受独处,在一个人的时光里,风盈自我,与其取悦别人,不如学会爱自己,毕竟,没有什么,比自己喜欢更重要。 没有什么,比快乐顺心更自在,被赞为中国植物化第一人的曾孝莲,画了一辈子的生物绘画,用一生承载起了自己的热爱,到了退休的年龄,别人都开始约着朋友游玩,打牌,下棋,找寻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,但他却依然只沉浸在一件事中,为自然万物画像, 因为要排除外界的干扰,所以每天陪在他身边的只有植物、标本、颜料和画笔,在旁人眼里,这样的生活极其枯燥乏味,要忍耐经年累月的寂寞,可他却觉得,我是一个很幸运的老头,老了还能有事干,退休之后,他还是会从一大早就开始构思,然后动笔绘画,一画就能画到深夜,如今已经84岁的他,谈及退休生活,坦然地表示, 一个人在很安静,很孤独的状态下工作,头脑最清晰,心里最沉静,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以为,和群的热闹,让生命更丰富,成熟之后终于明白,所谓广阔的人生,其实是在远离喧嚣之后,才得以看到最美的风景,喜欢独处的人。 已然学会了享受孤独,能够打理好自己的生活,把人生调成低耗能模式,真正的清醒,就像余华在,在细语中呼喊里写的那样,我不再装模作样地,拥有很多朋友, 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,以真正的我,开始了独自的生活,不再委屈自己,古人说,人生有八苦,生,老,病,死,爱别离,愿长久,求不得,放不下。 最后的苦,就是放不下,也意味着,这是苦难的压轴戏,很多人,到了盖棺定论的那一天,还念叨着某个人,无疑是人生的悲剧,有一些六七十岁的人,忘不了曾经爱过的人,导致婚姻不和睦,甚至给儿女的生活丢丑。 对于朋友,你总是放不下,其实自寻烦恼,你会发现这样的现实,你总是放不下某个人,于是去找到他,可是他却已经不记得你了,尴尬到了极致,俗话说,平平淡淡才是真,顺其自然才是美。 把社交看透了,你就会知道,真正的朋友很少,多数的人,都是冲着利益来的,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朋友,但是因为某些原因,会弄丢,不得不放下,更好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彼此淡化,春秋时,靖国的大臣于博雅,弹琴很厉害,给他鼓掌的人很多,但是身边的人,不懂得琴音,只是碍于他的实力,不得不笑着对待。 他去楚国探亲的时候,偶遇了乔夫钟子柒,钟子柒听懂了他的琴音,然后两个人结为知己,过了一年,钟子柒意外病故,于博雅闻讯赶来,把自己的琴砸了,从此在吴知音,还弹琴干嘛。 既然我们本身没有什么朋友,并且朋友会走散,还迷恋朋友感情,就没有必要了,退休了,没有朋友,就少了委屈自己,讨好别人的可能,也不要被谁来讨好。 人啊,放下了别人,其实是放过了自己,把关系当成了一缕清风,来去都不纠结,敢于雨过去告别。 有人说,人老了,退出大圈子,留下三五知己,能够抚养感情,可是知己呢? 一个都难求,因为利益而来的朋友,算不得真正的朋友,也会因为利益消散而分散,退休,就应该有退休的样子,把时间留给自己,要享受生活的乐趣,把精力留给家庭,要带孙子,要关爱老伴,要帮助子女。 很多快乐,是一群人一起嬉闹,赚钱,创业,但是真正的快乐,却是自娱自乐,正如一朵兰花,深山老林中,无需他人发现,也能散发出自己的芬芳,或许在一些人看来,无有老人状态是一种可怜的存在, 但或许在这样的状态下,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,放下世俗的纷扰,拒绝委屈自己,懒得凑热闹,远离喧嚣,或许正是一种追求心灵宁静的表现,在退休后,离开故地,和就有遥不可及,也可能是对于过去生活的一种解脱,而知己难求的无有老人,也许能够在独自欣赏生活的乐趣中,找到真正的快乐, 让我们一同拥抱这样一种状态,探索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,不凑合将就,作家三毛曾说,我避开无事时过分热络的友谊,这使我减少了负担和承担,我不多说无畏的闲言,这使我觉得清场,天道里的丁元英, 在古城居住时,每天下楼吃三顿饭,既不会跟馄饨老板娘计较,多要一次钱,也不会跟面馆老板说自己多富有,在普罗大众的眼里,她就是个,不合时宜的人,白吃饭不干活,是面馆老板的嫌弃,她每天度来吃馄饨,是老板娘对她的看法,人群里的悲欢,谁也理解不了谁,有些事,有些话,说出来也没人相信,不如沉默, 人与人之间,本就利益往来,你有价值时,别人就来认识你,一如叶小明发现,丁元英有钱,有品位,是个隐世高人,就让冯士杰碰刺结识,等到葛律师被起诉赔偿月圣时,叶小明又觉得无力可战,不顾一切,窜夺其他两个人,跟自己一起退股,丁元英对他们所说的事,只淡淡一句,自己的事,自己拿主意做决定就好, 虽然活不到丁元英的境界,但他的处事和为人,值得我们思考,做个独处的人,不必跟谁将就凑合在一起,人生一辈子,不过是走出去再走进来,最终的落脚点,只有一个地方,那就是家, 退休后,即使没有电话,聚会,好友,但我们还有一个家,这就足够了,梁小生先生在人世间中说,人这一辈子,真正在意的同时,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,这几个人,就是你的全世界, 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真谛,这几个在意你的人,只有你的家人,前几天有人说单位里的某人,退休后得了癌症,初听倍感难受,过几天之后,觉得这是人生常态,生老病死,自然规律,谁都无法逃避,在我们外人听到这件事,最多是同情一阵, 说几句关心的话,而只有家人,才是真正心痛,心疼,感觉天要塌了,一个人,走得再远,真正牵挂你的人,是家人,退休后,回归家庭,和家人常相伴,多倾听家人的需求,多满足家人的需要,有家就有一切,有家人在,即使天塌了,也会有人帮你撑着,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 点赞订阅